北京市东城区政府计划改建中古楼地区 拆掉破旧的胡同和四合院 重建一个清代风格的广场 在线康熙乾隆盛世的辉煌 然而这个商业广场的项目 遭到了北京文化历史保护人士的反对 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古楼在北京皇家建筑中轴线的最北端 穆古陈中见证了王朝的星体 诉说着时代的变迁 北京东城区政府官员计划进行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要按照历史的记载 把古老的中古楼地区建成一个 具有18世纪清代风格的广场 这个开发项目需要拆除一些 有百年历史的老四合院和胡同 在关于拆迁的流言浮动多日之后 终于在去年12月底 中古楼地区大街小巷的墙壁上 开始出现北京东城区政府 关于古楼区广场恢复整治项目的公告 北京官员们的计划和动机似乎可圈可点 中古楼附近在明清时期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市场 现在是破旧的居民区 把这些老旧的四合院拆掉 重修一个有明清风格的广场 在线康前盛世的辉煌 老百姓则从破旧的四合院 搬到郊区现代化的公寓 官民双赢各得其所 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北京文化历史保护中心的发起人 何树中却不这么看 但是中楼古楼这一片 它的价格是非常的有独到的地方的 那这一片地方呢 由于它处于北京老城 就是中楼区的北端 所以呢 开发商也罢 地方政府也罢 始终是想在这一片地区 想搞开发 开发商希望从中能够得利 政府呢 希望能够把这一片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一个 现代化的发达的北京的一个象征 所谓现代化发达的北京的象征 许多政府官员就喜欢什么 喜欢是新的 喜欢是亮的 喜欢是大的 根据2012年12月12号下发的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中国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 范围内的房屋征收的通知 紧邻中国楼广场的66个院落将被征收 具体的它这政策咱们弄不太明白 现在反正我们是属于拆迁范围之内 歌群仍然在冬日的天空中自由的翱翔 他们不会知道他们的主人将要迁入 离市区很远的郊外公寓楼居住 用钢筋混凝土造就的火柴盒般的 桶子楼里的二室一厅 有歌龙的位置吗 东城区政府官员拒绝接受 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采访 不过他们在公告中说 中国楼周围的房屋破旧不堪 不属于受保护之列 此外政府给出的搬迁费也非常诱人 这个项目将比照清朝和民国的地形图 建造一个广场 这是对历史的在线和保护 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设计单位 各方将共同努力 保护好古都历史风貌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创卖人何树中说 政府想把中国楼广场还原成清代的模样 不但不是保护 而是破坏丰富的北京文化遗产的基点 前门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的眼中 就是中古楼的前车之鉴 所谓前门模式 在北京古建筑专家的眼中 就是拆了一批旧的 建了一批假的 意大利建筑师 艺术家阿瓦萨尼 设计了一块上面有老北京胡同地图的挂毯 试图引起人们对保护北京风貌的注意 全部推倒旧社区 清除一块空白地的战略 可能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因为如果你进行这样的拆迁 那将导致老城区荡然无存 而北京之所以独特 正是由于老城区的存在 外国游客 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 公共知识分子 非政府组织和北京居民 都参加了旧胡同和新古董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最新战场 也蔓延到了硝烟弥漫的微博上 社交媒体的平台 使得直升草根的文化保护主义者 和高居庙堂的北京高官 可以同台较量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思考 北京的美 在于这座古城保留下的 一些独特的历史印记 古旧的城墙 优雅的四合院 街头的小吃 这些独特的 专属于北京的景色 才是游客千里迢迢 来寻古都的原因 美国之音 VO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